据美媒报道 拜登政府打算针对新疆的光复归产品实施暂扣令 借口又是所谓强迫劳动 而在美国怂恿下 加拿大也拉上一些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指责中国 但90多国表态支持中国 包括不少伊斯兰国家 再一次证明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亮的 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 拜登政府计划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借口 对新疆的五家太阳能电池板原材料公司实施制裁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关最快将从当地时间周四起 禁止进口和声归业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开采的野心集归 除非该公司能够证明这些材料不是用强迫劳动制造的 我们虽然是看到近期这个中美的经贸的高级别的谈话 似乎是有渐渐恢复的这样的一种态势 那么在这段期间 那么拜登政府对中国企业的这样的制裁还是在层出不穷 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在于 现在的美国政府非常难以满足 那他们的形式的做法非常没有底线 那么比如说是以新疆的这个人权问题 说中国是实施大规模的种族灭绝 是以这样一种性质非常恶劣的粘造事实 把它给夹杂住经贸的这个议题当中 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 拜登政府考虑发出一项暂扣令 允许美国海关扣押自中国新疆进口的单金规和多金规 2017年美国海关曾暂扣一批华为在中国生产 运往美国加州实验室进行测试的以太网交换机 服务器等产品两年后才归还 周四的商务不利行发布会上 发言人要求美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所谓新疆强迫劳动问题 完全违背事实 美方再次动用国家力量 以所谓人权名义 行保护主义 霸凌主义之时 是对国际经贸秩序的严重破坏 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针对美国商务部再次打着人权的旗号 对中国企业祭出贸易黑名单的行为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 其本质仍然是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 中方也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企业和机构的合法权益 同日的外交部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表示 中方对美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制裁中国企业表示强烈谴责 赵立坚还提醒美方 真正搞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正是美国自己 美国政客还是多反省 美国对印第安土著居民 塔尔萨非洲裔种族灭绝的历史 多想想如何解决国内层出不穷的种族矛盾和强迫劳动等人权问题 从棉花到光伏 从农业到工业 美方以人权为幌子 不择手段打压新疆产业发展 损害的是新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 也充分暴露出美方的真实目的 不是关心事实和真相 也不是真正关心新疆人民 而是制造强迫失业 强迫贫困 霍乱新疆 遏制中国发展 单金龟和多金龟被称为光伏龟 是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重要原材料 德国调查机构博恩鲁特研究公司报告显示 2020年中国产光伏龟占全球80%的市场份额 其中新疆的四家公司就占了45% 自2011年以来 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光伏龟产品进行了两轮双反调查 一次启动201条款和一次启动301条款 2018年 特朗普班部行政令 对进口光伏产品征收30%的额外关税 但加税后的中国冶金级龟产品仍比美国生产的便宜 这意味着加征关税全部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事实上 在中国企业参与冶金级龟市场竞争之前 光伏龟价格十分昂贵 正是中国企业改进工艺 将价格降至原先的15分之一 才让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变为现实 拜登政府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后 为完成探达峰目标 提出了清洁能源计划 太阳能产业炙手可热 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加大游说 要求拜登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 排除新疆归产品 观察指出 这实际上是美国企业 无法通过市场竞争赢得订单后 打着所谓人权幌子 对新疆企业采取的下三滥手段 美国外交政策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尼克斯查福斯警告称 由于中国企业在光伏归领域 占据极大市场份额 因此美国很难不受影响 预计拜登提出的清洁能源计划 将由于成本飙升而延迟 尽管拜登政府 他们口口声声说 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上 中美是合作关系 但是即便在这一议题上 那么美国也是将中国 视为很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